我已经租了一个12千块的小旅馆 因为我已经多续租了一天了 我现在是想着尽快在这里附近租一套房子 不是租一套房子 一套房子的话价格有点高 我也看过了 都是2500朝上的 这个开销成本的话我也太大了 我是租一个单间 就是那种合租房 好像1000出头 1500块左右 我看了两套 等我等那个中介 也是个小姑娘 她过来带我去看房 因为让我下定决心 在这里租房的最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苏州女生确实是蛮好的 我也看了头条还有抖音上那么多评论 绝大多数的评论 也都是像我一样的 觉得这个女生蛮好的 反正我觉得她至少不是那种很物质的女生 我就可以从她的说话 还有从她的行为举止上面 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不是那种物质女生 还有吧 我觉得她性格也蛮不错的 不是那种特别强势的 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女生 反正总的来说 我就感觉是蛮好的 那问题现在说她不好也不行呀 她现在能看到我的视频 你知道吧 还有我老妈也能看到我的视频 所以说吧 我现在的视频 我感觉很难拍 我的视频拍到现在这个份上 说实话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还有啊 那个苏州女生已经知道我存款 两万块钱的存款了 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你们有些人在我这个视频上面 打那个飘瓶 知道吧 文字飘瓶 你们打评论也就算了 那么现在我视频评论也比较多 那她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 你打个飘瓶在这个屏幕上面 她这个视频一看 那个文字在上面飘着 她看不到吗 反正蛮难搞的 我发觉 大概快来了 你好 师姐妈 带我看房了 对不对 对 我坐上来吗 坐上来 它是密码锁 对 用来扫 好 这里都可以打扫的 对 这个房间给你打扫 我是哪间房间 电还没通 电还没通啊 对 他那个总白关掉了 我听不懂 有个阳台的 这个是破空调啊 这个空调好不好用啊 小姑娘 都好用的 这个都能保证你的 都好用的对吗 对对对 你经常用 如果说你开不行 要做什么样的 房间就关心通通 那她这个外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这个我能搬走 搬走对吧 对 这个要搬走 啊 就是这么一间房间 在卫生间 然后那边带她去坐 卫生间 这个热水系好的吧 对 都是好的 都好的 热水系的新鲜 都开了 就这个是这里主卧了 嗯 开心 环球门 这十强 对 都是十强 这是厨房了 对 有燃气灶的 燃气灶好不好 现在通了没有啊 燃气 它这个应该是通的 嗯 开不开呢 它这个通了 通了 对 它用卡 然后给账号就可以了 需要半箱卡吗 它那边 好像都会给你弄 好像都弄一下 对 它是 它应该帮好的 给账号就行 好 那里面是 里面是别人家的 里面是别人的 现在住出去都没有 现在还没有 这个也是个单间 都没有住出去 这里是朝北的 它这个就是没有燃气灶 还有这里一间 这里卫生间 这里都是 那它这套房子就是说总共是四个房间了 小姑娘 对 四个房间 你这个是最大的 带阳台 其他都不带 就是我这个是这套房子的主卧 嗯 对 主卧带阳台的 对 其他是没有阳台 对 其他都没有 嗯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这个燃气的话 他们里面的三家人家 如果住进来人的话 我这个燃气别人可不可以用 你可以把这个锁起来 你可以锁 我可以把这个门给锁起来 对 可以锁 这个门能锁吗 可以锁 我可以用那个 那个房子 弄个那个锁也可以 一般的房间 因为里面有厨房 几乎在这边不做饭的 人偏多 可能不需要去房子 几乎是有些人 对 不锁的话 问题也不大 对 你这个 你要锁忙 可以往那边弄个锁 我会突然 这个都行 来的时候 突然说清楚的 这边是应该等于使用的 这个房子现在好不好做 比方说里面的三间 就是按照正常的市场的话 你这个星期肯定就 主卧和那个蓝资 肯定是没有的 是很快的 主卧就是朝南的房间 租的比较好 对 朝南的比较快 朝北的就稍微慢一点 你意思说里面那个 这里有两间是朝南的 就是一个礼拜以内 基本上能够租掉吗 对 这一间是 这个也带阳台 这个是百五百可以的 这个也是带阳台 对 这个也带阳台 它只不过这个是没有燃气 对 这个我看一下 它这里就是说 它这里是没燃气的 我那个是有燃气 有个托盘 它这个里面都没有燃气 都是独立除 就是我那个有个燃气 就只有里面没有燃气 这些都没有燃气 这些都打了灶台 这三个都打了灶台 那你多个多个也是 那你多个多个灶台的话 它那这个今天会做得很快的 它又三个都容易除外 那我那间现在是多少钱 1700最低 最低1700块 对 因为在燃气多快 包括你这一块你也可以用的 这一块你都可以用的 这个垃圾 就是我里面那个小台子 小台子搬到这里来的话 也可以 那别人如果说别人如果接下来里面那几千租掉的话 别人在这里吃饭 也不会我也没办法 这个要跟他说好的 说好的 对 他们一般比如说他们这种灶台的地方就是几乎在房间 就不会在外面来 都不会在外面 而且这边的人几乎不做饭 我就再跟你说 几乎不说饭 几乎是不做饭的 很多灶台他们就是拿来放东西了 就偶尔觉得有的时候比如烧个开水 走到泡面是最多了 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的 对 这一间的 对 蓝室 然后在那个厨房 在这里 是外用的 那像这一将现在是比方说多少钱呢 因为它是外用的 外用的话可能在千四都有 一千四 对 因为它是外用 在礼物里面的话 也要在一千五的 你看这一个的话 必要一千六 这一间 这一间一千六 对 这个一千四 我现在看到我这间就是一千七 因为你这个大啊 大大大就是要吃饭 然后那个小厅 这些都没有了 好吧 就是 就是这里一个厨房 厨房灯到蛮亮的 天然气的话 什么时候可以开通 给你交这口之后 房东会给你通 因为这个是要房东来给你账号 它已经开通了 它表的按上了的 给你账号就可以交了 里面应该是有一百块钱的 我问一下 这个是二房东的房子吗 对二房东 那一千七的话 我现在是交钱是怎么交呢 负一个月压一个月 负一个压一 对然后把30块钱的网给 不要用网 就把30块钱的网给它就行 就是网的话一个月30块钱 对然后水和电就是冲 你冲多少用多少 就那种先冲前后用 水和电都是冲 对都有表 都是用卡冲的吗 不是直接扫码就可以 微信支付宝都行 然后我们看自己 用了多少都能看得见 房子我已经租好了 就是我视频里面拍的 那个主卧 那个单间 本来今天是打算看两套房子的 但是后面一套房子 进不了门 录不了户 那也看不了 后来我想想算了 我就和那个中介说 那实在不行的话 就那个主卧 那个单间 不是1700吗 后来我还掉100块钱 1600块钱租下来了 已经 感觉这次真的是下血本了 我也没想到 会在苏州这里租个房子下来 现在在这里等公交车 回我的小旅馆 整理一下 过两天就要搬过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